本拿比一间药房被指虚报疫苗接种记录 该药房正接受调查 同时被禁止参与卑斯医药保健计划 再由罗佩山报导 涉事的药房位于本拿比 Kingsway街 它被指将未打新冠疫苗人士的资料 输入省内疫苗卡系统内 令到未打针人士取得疫苗卡 省卫生厅蒋迪德安表示 这将会承担好严重后果 而目前药房已经被禁止参与卑斯省医药保健计划 迪德安又指出如果指控属实 涉事人士会面对卑斯药剂私学会的纪律处分 或者会被王家劇警检控 卑斯药房协会已经对事件展开调查